听说这把枪简直就是煽气 太太太太好用了 可惜啊 只有改进的 才32w就拿下来 太划算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争气 这个服务点不咋地 刚准备走 旁边服务点的提前过来了 是个小四套 轻轻松松拿下 上 朋友 你看不太好 嗯嗯 刚才是假不行 这把沉溜急的 绝对不会一盆子就没了 听到脚步了 直接上 我瞧 榴弹 给你关呐 过来就喷死你 朋友 你好吗 卡姐 别来那行不 太免得三分钟来了两次 一次比一次光 再这样下去 等下都空藏不来 这把换身没空 这碗金条去 看到一个 开枪走不来 但是不慌 结果都一样 购物房有人先和面一边 准备上 哦 猫 远处有一个 搞定啊 正准备跟购物房呢 突然听到大舱那边有枪 是 回头一个 哈 家伙 还好发现得及时 慢一步就没了 从大舱后面又绕过去了一个 我料到他肯定想从后面绕 嘿嘿嘿 所以搁这儿等着他一会儿 奔奔的大铁粉 打得不错 不急 等一下再品他的包 嗯 假设柜面打起来了 去老猎房瞅一下 好家伙啊 这个老猎 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偷了 他啥也没丢 先去看一下假车库那个 哇 又一个老猎 问了个去 这把的人怎么都在这附近 走 哇塞 无光 nice啊 不错不错 上塔吊的又回来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收获时刻 这把整了两块板子 但是狗牌整了九个 哇 小占的四支七w呐 再来 啊 小占一买 就在这里等送子弹的 然后直奔浮沙区 对吧来的太晚了 但是浮沙区仍然有人 刚才在图书馆呢 到山下了 过去看看 反正香声突然没的 它不会是杆了吧 好假的 不至于吧 就冒了个烟而已 一堆小马虎过来围观 既然没人了 那就当我了 摸金鱼去喽 这把整了160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